陆军下市洪仲秋被关禁闭却不幸猝死的案件 连日来引起社会大众的关切 这几天媒体也陆续出现了一些由民众爆料的证据 其中包括了有一家茶饮店的监视器画面 显示有一个疑似为范佐县的男子 买了很多杯的饮料 而媒体的解读是范佐县把这些饮料送到军医院 贿赂医护人员 交换他们加速完成洪仲秋的体检报告 但是军检署向各方查证之后 发现范佐县当时已经进入医院 而且他身上是穿着军服 跟买饮料的男子装扮完全不一样 另外送到军医院的饮料 也是护士们自己买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时间上矛盾的证据呢 详情还要再追查 最高军事检察署继续侦办洪仲秋案 传出被告陆军武士狼女士官范佐县 以及目前还是证人身份的市馆长陈以仁 曾带饮料贿赂医护人员 以提早取得洪仲秋体检报告 军事检察官表示 饮料业者提供一次范佐县购买饮料的 画面时间是6月27号11点19分 但根据国军813医院监视其画面 范佐县和陈以仁确实在将近一分钟前的 6月27号11点18分11秒 而且两人没有带着任何饮料进到医院 医护人员也向军检表示 饮料是他们自己买的 可以很清楚的证明范佐县跟陈以仁 当天并没有买饮料到国军813医院 我们对范佐县 陈以仁跟副理人员之间 究竟有没有彼此的相互关系 我们一定很努力的去查证 另外范佐县也被媒体爆料 疑似从事地下迁读组头等不法行事 军检也会调查 另外外界关注本案是否可能采用 江国清案模式由军检和法务部地检署共同侦办 以提高办案效率 最高军检署表示 本案目前没有非军人身份人士涉案 所以不乐见案件由非军事检察机关介入调查 但未来如果发现有非军人身份人士涉案 军检会和司法机关合作 最高军检署也表示 将会从国防部高等军事法院高雄分院检察署 以及南部地方军事法院检察署调派资深检察官 参与办案以强化调查能量 记者张熊张子佳SNG小组桃园报道